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黄瓜来分享一道营养美味的黄瓜烙做法 首先把洗净的黄瓜去掉头尾 把它切成均匀的薄片 然后码放整齐,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的黄瓜丝先装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胡萝卜既可以搭配颜色 也能够增加菜肴的营养和口感 先把胡萝卜尽量切成较薄一点的胡萝卜片 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胡萝卜丝 这样在制作的时候可以让它更容易成熟 把切好的胡萝卜丝和黄瓜丝放一起备用 食材有点多,我们把它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来制作 先在切好的黄瓜丝和胡萝卜丝中加入少许的盐 把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腌制2-3分钟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小香葱 把它改刀切成葱花 如果不吃葱,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再准备一个控碗 先在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液搅置到筷子挑起来 没有凝固的蛋清就可以了 经过腌制的黄瓜丝和胡萝卜丝 会渗出很多的水分 这个时候先把黄瓜丝和胡萝卜丝中的水分略微挤干 这样在制作的过程中 不会吸入太多的油 而且口感会更加的清甜 挤干水混的胡萝卜丝和黄瓜丝 再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再把切好的葱花添加到里面 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黄瓜烙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保持食材清甜的味道 这样吃起来更鲜香 接下来把搅置好的鸡蛋液淋入到食材中 把它充分地搅拌均匀裹上蛋液 然后在里面加入两勺的面粉 不需要太多 面粉太多会掩盖黄瓜的清甜 把面粉和黄瓜丝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它的表面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再静置2-3分钟 让表面有湿润的状态 接下来先把锅的四周给它充分地加热 然后在锅的四周滴入几滴的食用油 不需要太多 再把拌制好的黄瓜丝全部倒入锅中 先把它在锅中给它均匀地摊开 这个时候食材比较粘粘 把它关至小火尽量按压得略微薄一点 这样在制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容易成熟 而且能够增加酥香的口感 在煎制的过程中全程采用中小火慢慢烙制 把它的一面先烙制到定型 然后再翻到另一面继续烙制 在烙制的过程中先不要加入油 如果饼的表面没有定型的状态 会很容易吸油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油腻 把它烙制到两面略微有焦黄的状态 然后从四周再淋入适量的油继续烙制 这样可以让它的表皮更加的酥脆 不容易焦糊 如果想吃略微软一点的黄瓜烙 也可以不用加务食用油 保持食材的本味 把黄瓜烙煎制到两面金黄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盛出来食用 黄瓜烙既可以试菜 也可以搭配稀饭作为早餐 它的口感清甜而且营养丰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观众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